2018年骑士队如果不能夺冠,你觉得詹姆斯会有哪些打算?詹姆斯可能是留守骑士队,骑士队今年季后赛一路可可绊绊,詹姆斯的表现大家心里有数,征服了多少的喷子这样的超级巨星能看一场真的就少一场。 和苏群老师说的一样,不要等他退役之后,去后悔当年怎么不看他,看看现在的联盟没了詹姆斯谁能够当得起联盟排面,今年进总决赛已经是最强的表现了,詹姆斯基本上是一己之力帮助队友帮助球队打进总决赛,但是面对勇士骑士的胜率一成不道,一头狮子打不赢一群狼,勇士的阵容强得真的过分了。 最后,个人觉得詹姆斯不会去任何一个队伍,当然也不肯定,毕竟今天火箭输了之后莫雷下定决心还要补强,而封线的补强联盟,今年只有三个人,詹姆斯、乔治和罗纳德所以,詹姆斯去向不定,但是终老骑士是一个好的选择,毕竟联盟不会轻易的让詹姆斯去西部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